人生 大家好 我是Niko 我是Caroline 大家可以從上一段影片就知道 我們從香港來到台灣 很多都問我們 夠不夠錢生活 為什麼大家這麼擔心我們的錢 會不會在我們平時表現出來太窮 我們這一集就會帶大家來看看 究竟兩個人 兩個貓和一隻狗 一個月的生活費是多少 為什麼想要來台灣 其實就是為了想要離開香港 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就是想要去其他地方闖一下 就是想見不同的世界 我們這四年就希望可以沉澱一下 不知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樂觀 有時候是今早不知道今晚有沒有飯吃 但最後最後也會有飯吃 因為我們讀書所以窮 而且因為我們真的 因為我們不能工作 雖然可以做兼職 但因為我們處理其他事情 所以也沒有時間去兼職 其實就是想要去闖一下 就是搞一下創業的事情 現在一起去順利進行 大家應該最好奇的就是 在台灣居住究竟便宜不便宜呢 我們之前19年來過台灣旅客 作為香港人 你這樣的收入 因為我們香港真的是全職 在台灣買的東西 都覺得很便宜 但戶原很便宜 飯也真的很便宜 我們現在吃飯也很便宜 差不多20港元 但你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工作 真的少了很多 剛剛好可以支援我們現在的生活 最後應該會看到我們計算了一條數 剛剛好 兩個人 旅行真的很便宜 但生活看你賺多少錢 現在看到就是我們的水費 但其實我們的水費基本上是免費 其實要付200元 但我們都看到我們是學生就不要收我們 我們每天用水都用了很多 等等就會看到 因為我們買了水機給我們貓 而且我們狗也喝了很多水桶 其實我是習慣性每天喝一杯水 這個是他想一下子乾掉這杯 但他不成功 是 今個月的電費超貴 2800元 我可以直接跟你說 這裡是頂家 我們是跟下面一起用的 如果那麼多戶人家一起用 電就會用很多 台灣就是你用電越多 每一度的電就會越貴 所以我們的一度電就是比別人貴 如果其實普通一間屋子住 是三元一度 其實算起來會便宜很多 對 用得最多電就是去玩遊戲的時候 這裡就是我們的生活用品 保鮮袋 大的是裝屁 小的是廚魚 總之都是很髒的東西 本來打算拍我裝廚房子 誰知道我們家裡沒有廚房子 這裡又拍到寵物的營養品 這裡也是我們生活費 我的天啊 派霧粉 搶粉 超級市場買的 他給的袋都是這些 其實它就是垃圾袋 你一定要用這個垃圾袋 去扔垃圾 算是垃圾處理費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都沒有的 生活用品 然後我就洗衣 每次都是我洗 我洗 我的手 你只是裝了東西 每次都是我洗 我都有洗 你最近閉嘴了 我最近閉嘴了 平日我都有洗 我都沒拍過給大家看 這三個真的是消耗品 我們隻貓和狗 是可以弄爛的 有很多不知腳的 我壞了 我們拖地一定要用寵物的拖地 這個也是它在裝了東西 那這個是我真的裝了 我們的內褲 穿著弄會看到格仔 但是內褲也是消耗品 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洗衣機會洗穿內褲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請留言到解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搜索 找不到答案 杯是消耗品 因為我們的貓經常都會 弄掉掉 所以我們想著 下次買一年應該買腳杯 我們每次都是買情侶杯 誰知道過了幾天 永遠都是剩下一隻 但另一隻就沒有人弄爛 最重要的就是 防疫用品 防疫用品 真的好消耗 沒辦法 還有藥 什麼什麼胃藥 感冒藥 大家現在真的好像萬聖發炎 頭痛 腰痛 哪裡痛 最後就是我們最貴的生活費 就是我們的 賺錢 我是一個很需要吃早餐人 他真的很需要 他心情很不好 不吃早餐 對 吃了一個好的早餐 我會很productive 為什麼會把奶拿出來 最後剩下一點奶 我用完 台灣一定要回收 其實你可以不回收 但你不回收就會壓著垃圾袋 但剛剛說了垃圾袋是要錢的 我完全認同 但這些 是窮人 窮人 可以做 對 Cole還沒起床 這個應該是最後 可以用完最後的奶 所以 哪叫他不起床 為什麼我的頭睡醒了 沒有Soft 對 你剛剛睡醒了吃零食 因為我們沒有早餐 這應該是我們最窮的日子 今天已經開始有少少錢 他經常都吃垃圾食品 所以才這麼肥 但他現在開始減肥 大家是福時代 吃屎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買水果 水果都佔很大筆錢 因為台灣西瓜很甜 台灣的西瓜甜度 會有人去偷西瓜 對 然後村民是自覺 24個小線 不間斷地去巡視 因為最近是西瓜熟 經常會偷西瓜 我們最後吃完brunch之後 直接去dinner 這次看看我們會吃什麼 奢侈一潮 掛念父母 掛念Hey 掛念我的媽媽 掛念鳥 掛念董 掛念 realizar 父母在一起 我想說有人次三年 三年也沒有回國 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 敷璃 感覺很 cathd 嗨 arkadaşlar 哇 台灣的拉麵不是說香港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拉麵 雞湯拉麵有沒有聽過 它是一碗的價錢 等於香港的美式拉麵 但如果你在香港要吃到這個質素的拉麵 你沒有百多元港幣一定吃不到 這裡在香港是一半的 而且百多元有時候也不是很好吃 香港的拉麵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差一點 他們的日本食物很好吃 我們現在在月光的機車 計算這條數是兩個人用一輛機車 其實比我們便宜的便宜 有時候我們會去車廁看電影 這個行動很歐 接著是我們的電訊費用 即是我們的WiFi和電話費 對 這個是很神奇的 香港不是給一塊錢 你就可以無限任用和無限通話 台灣不是的 我現在用台灣大哥大 我打給台灣大哥大Plan的電話 就不用錢 台灣大哥大打給中華電訊 他說要收我錢 而且還要收得不少 他先把嘴巴擠我 他先把嘴巴擠我 先把嘴巴擠我 Sorry 剛剛是把嘴巴擠我 他真的把嘴巴擠你 愛我多一點 他先把嘴巴擠我 好壞喔 我看啦 下一部分就是我們供了Adobe 接著就是Netflix 接著就是電話Play送的Disney Channel 他們是寵物的費用 哎呀超可愛的 這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看他們兩個 他們很奸詐 貓 好可愛 這個已經爛了 但其實貓跟狗都很和愛可親 貓跟狗 其實還可以 他們很可愛 我們兩隻貓很親密 我們一會兒圍牠們回到情侶 真的比我們更親密 但是裝得很不肯 裝得好像霸道總裁 你知道為什麼寵物費用這麼貴 就是牠咬爛了很多東西 連我們的光輩都咬爛了 我就是在這裡剷 因為牠現在腳低 連續一個星期都是我剷的 沒有啊三天而已 很誇張化 這個貓沙很好用 叫什麼名字 Everclean Everclean 我已經很多人知道很好用 上網是評價第一 我們這隻貓經常都會把貓沙都踢出來 很刻鎮 所以我開始想 我之後買可能要買 一間屋 然後狗的鳥箭 牠很乖的都會餓 一來就會餓 很厲害 然後牠們弄爛了 經常都弄爛 你貓咬爛 其實我們因為設計 而且牠們現在不能吃貓草 因為牠們太小了 要大一點 然後牠們的玩具 尤其是Iyo的玩具 超級多 然後整個屋都很便宜 每天早上不知為什麼 就會看到整地都是牠的玩具 對 整個屋都是玩具 然後我每次都會幫牠們撿到一個角落 然後牠們會擔走 然後牠們會擔走 好可愛啊 Dishoyoyo 好像玩到整個瘋雞 而且很喜歡在梳化上面玩 我真的不太怕 有人在上面都照在上面玩 其實明明從梳化跳下來 其實是不太好 但牠們很喜歡 也沒有 我覺得牠們不太小 很瘋 每個月都一定要吃 你以為可以吃嗎 你不是最喜歡吃的嗎 代言 每天都要做 這個是省水費 不用洗臉 臉 牠們最喜歡吃西瓜 我們家裡的西瓜真的很甜 真的超好吃 然後你知道牠前排現在好一點 西瓜最底的 有一點白白的味道不太甜嗎 牠們不吃 是 最後一顆 嘩 是台灣生活的感受 我覺得整體來說是開心的 我覺得Caroline會這麼開心 因為Caroline在我家裡其實不太自在 我很喜歡在她家裡跟媽媽相處 但是你要想 兩個人在一間200呎的房間裡 就是你的空間 你會覺得很壓抑 但牠的家裡已經比我家好 一間房間 我媽媽和我妹妹一起睡 來到這裡真的是一個新生活 台灣的房間真的很大 總括而言 其實我們就是 一個月兩個人 兩個貓 一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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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花五萬五百元左右 我會調高一點 每個人就是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元 不合房租 我們就會花一萬六千二百五十元 有些人 我看PBT說 你每二萬元 怎麼可以在台北生存 那我們算是 那我們也心不死 對 台灣雖然外賣很好吃 很便宜 但你也不會想吃 你只要吃便當 那些便當真的挺重口味 你也會想吃好一點 你只要吃好一點 你只要吃好一點 價錢就是一個天叉地獄的家庭 吃一盒飯盒 一百元台幣 在家樓下 但可能吃拉麵 吃好一點 可能吃壽司囊 一個人已經二三百元台幣 你對比香港其實不貴 一百元港幣也沒有 但我們賺得很多 而且台灣以一個飯盒的價錢 就很貴 雖然我存不到錢 但我還是覺得 對自己健康要 你是跟著我 我才會這樣想 我真的跟著你 可以說一下 她家是窮的家 然後她們一直覺得 限賤 好像她妹妹也是 她覺得限賤最重要 所以她妹妹會經常吃 麥當勞 在香港 麥當勞 淡仔 這些便宜 但其實說真的 沒有什麼營養的東西 但我家是中產家庭 我媽媽是很提倡 就是不要吃那麼多垃圾食品 她可以做調味制 你想吃可以吃 我可以為限賤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你要長期投資 你的身體也是長期投資 短期投資就是 現在要買很便宜的東西 但一個月就壞了 不如買賣 一年也不會壞的東西 買貴一點 但可以用久一點 反過來計算數 會比你用便宜的東西好 對自己也更好 我很喜歡你經常說的就是 除了折留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開圓 雖然我們現在是月光軸 反而有動力去賺錢 其實可以輪到剷頭的時候 之後再說吧 太好了 開心了吧 美麗 送人 送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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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